马来亚油厂工会今天宣布新的食用油价格稳定方案 在新方案下 无论包装还是桶装的食用油 预料将全面涨价 各行各业势必受到冲击 贸销部部长拿多斯里寒沙随后澄清 政府并没有削减对食用油的津贴 只不过他坦诚 由于食用油的价格已经不断走高 因此即使政府继续提供津贴 食用油的价格依然必须做出调整 对面的价格依然是 在为大量的价格 价格是2,200 六年之后 这些价格是3,000 是刻意义来的价格 让我们把购买的价格 对面的价格依然是 我们需要的价格 我们正在考虑 在哪个价格上 因为我们有在价格价格 跟房秩格宣格 因为房秩格价格价格 价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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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价格 它价格价格是 只要价格价格 Tennessee 只能能够 只能ben 但价格价格价格 karena价格价格 hareпер 也价格好 25仙 涨幅高达 1令吉90仙 新的食用油价格将从下个月 也就是11月开始生效 除了这两种食用油之外 500克 1公斤 2公斤 3公斤的桶装食用油 以及包装的混合食用油 也都将一律以市场 价格出售 意味着 价格也会相应调涨 而到了明年2017年 1月1号 5公斤桶装的 津贴也将会取消 意味着到时只有一公斤的包装 食用油将继续获得 政府津贴 由于目前距离 新方案生效还有一个多星期 因此贸销不警告 在价格调涨前 供应或批发商 都不可以趁机囤货 以免造成供应短缺 任何业者一旦被发现违法 将会被罚款 甚至被吊销执照 NTV7综合报道 制作人员 制作人员